中国的家 民国初年还有 我这个年龄还记得 小时候 家是大家庭 兄弟不分家的 我们的家 自己的家 是衰落了 真的是家破人亡 我们太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的时候 父母也没有告诉我 我们只有从亲戚朋友 听到一点信息 都不完整 非常可惜 我们小时候 住在亲戚 我父亲姐姐的家里头 我的姑妈 他们的家族 大家族 是个兄弟 没有分家 那一个村庄 就是一家人 那个时候 应该差不多将近有两百人 很帅了 一个家族 中国的家庭 一般来讲 普通家庭 都是三百人上下 有这么多人 人定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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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不能想到我父母的 这个不可以 你将来在为我们做事业赚钱 全交个公家 你这个家就像一个组织 一个团体一样 你们看《红楼梦》 《红楼梦》就是一个家 主管财务的家务的王熙峰 当家司 佛门家当家司 是那么样一个组织 每个人生活费用 都公家在一起 生活都完全在一起 做衣服 每个人都一样 都有 它是这么一种社会组织 所以家活万事兴 不是现在这种小家 现在没有家了 家活万事兴 家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你能够治家 你就能治国 你治家跟治国没两样 这范围扩大一点而已 家里面的这些事物 也是分门别类 谁管什么 谁管什么 它是一个有行政组织的 那么小孩真的从怀孕 老人就要叫他了 你说那个时候的家 你自己上面有父母 有真族父母 有高族父母 五代同堂啊 高族父母 不在了 至少都有真族父 父亲 族父 真族父 老人就会叫啊 这小孩子 媳妇 怀孕了 怀孕有怀孕之礼 要懂得 什么礼呢 做母亲的人一定要想得 母亲 齐心动念 影响太儿 母亲的情绪 影响太儿 母亲的言谈举止 影响太儿 所以一切都要端庄啊 你要以正面去影响太儿 不可以有负面啊 就怀孕十个月 不能闹情绪 不能发脾气 那就开始 这叫胎教 一般大家庭 官宦之家 懂得 非常重视 我们常讲说 富贵的家庭 到清朝王国 到民国 民国初年 还有 像我们住在乡下 我们都看到的 家 有祠堂 祠堂是 纪念祖先的 春秋 中原都祭祀 那平常呢 平常这个祠堂 就作为学校 家学 就四叔 就家学 学生 就是这一家的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 一些子弟 小孩 达成六七岁 聪明 根性好的 六岁上学 一般呢 一般呢 普通是七岁上学的 多 年龄大的 有十八九岁的 都在一个教室 一个老师 老师 正负责任 为什么 老夫是老师 家长 亲的 如果 祖父当家 祖父是家长 尊祖父当家 也尊祖父是家长 他去请老师 跟老师 要磕头 所以对老师 真是尊师忠道 老师答应了 到你家来教 如果不负责任 他怎么对他 请你家 对不起你家的祖宗 小孩出生之后 自己要做出好的榜样 给小孩看 那个榜样是什么 你们学的弟子规矩是的 就是不是教小孩念的 不是教小孩背的 不是讲小孩听的 是父母亲做到 做给小孩看 小孩一出生 眼睛张开会看 耳朵会听 他已经在开始学习 在模仿了 所以砸根教育 是什么时候 小孩出生到三岁 一千天 这叫砸根教育 我们现在 统统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没有根 没有根 我们补习学这一点 不管用啊 外面的诱惑 明文理言一线前 马上就变形了 那这就是什么 那根不老 甚至于你没有认真去学习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根 这是什么 这是戒律的根 所以中国列代 佛法在中国 无论是在家的 是出家的 在家是高僧 在家是高僧 这句子是高僧 都有成就 是什么 砸根的教育 成功 计匙 计繁 编 计 词 词 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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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